在藏于这幽幻中等你揭露 越来越沉迷越大远头 梅艳芳说事业 谈友情 总有说不完的话 只是谈及爱情 她长叙一口气 三个字 我怕了 道尽数不完的起起落落 分分合合 难道真的自古空眼多薄命 几万千宠爱余生的女人 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份 踏踏实实的爱情 梅艳芳十七岁时 第一次与警察谈恋爱 1984年 传出梅艳芳与苗乔伟拍拖 后因气美珍介入而分手 其后 阿梅与周世龙相恋 两人于1985年分手 1988年 阿梅与模特刘敏高合作MV 擦出爱我画 1991年 阿梅与林国斌相恋 恋情维持两年并告终 1995年 阿梅爱上赵文卓 但相处几亿年便结束恋人关系 阿梅亦曾与张国荣传出种种猜测 但随着哥哥面目逐渐清晰 人们理解到梅艳芳可能是张国荣的唯一知己 甚至用红圆之己来形容 也都护为过 因为那种友谊 在今生今世 显得如此珍贵 曾与明天以往往 将你共分口 端彩之丁点 等你心明明 只是孤人呆 以后一醉醉醋 我们最醉醺醺 每次我在拍拖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这个是我最后的一个 我找对了人 刚刚啊 刚刚的时候 一起的时候 我会永远都会告诉自己 但是希望是最后一个 然后结婚是最好的 每一次都失败 失败呢 然后我就回想 问题是出在 发生在我身上 还是男孩子身上呢 我觉得不一定是男孩子 我自己也有责任 我会见到 我每一次我都会自我反省 我这个 我的错 我要什么要检讨 我要改改改改改 什么不要那么 那个怀疑心不要那么重 然后放他出去 可是一拍拖呢 下一个我就忘了 之前我要告诉自己的话 都忘了 每一次同样的 我都会犯一样的错 因为我太爱他 所以我把很多的 注意力都会摆在他的身上 然后每一次他 男孩子都会觉得 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然后他们就跑掉 如果我找到一个 我可以牺牲的人 我可以牺牲 不过我觉得 随着那个年龄的问题 越来越难找 要牺牲的话 太重了 就是对他来说 对我来说都是很重 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 应该是互相的尊重 而不是我牺牲 我是神牺牲 不需要那种 无论在事业上 还是在感情上 梅艳芳都是一个 喜欢完全付出的人 她一次次将美丽和惊喜 奉献给观众 然而在自己的感情问题上 她却没有好的收获 虽然最终梅艳芳在感情上 也没有找到依托 但是她并不是孤独的 因为她拥有了一群 爱她 理解她 和永远怀念她的朋友 我怀疑 飘泊的眼中 茫茫像风中 笑了奔奔破天空 凡话内心中 一点点的疼 像后了归家 却无重 外面一直在流传一个 一个传闻就是说 我暗恋谁谁谁谁谁 然后说 我们一直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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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美丽的一个误会 不过我想 如果别人喜欢这样想的话 不要打破那个梦 无所谓 对我来说 我不否定 我欣赏这个人 我欣赏 Andy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 作为一个艺人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努力的一个人 她是 如果她 在某一方面 她不懂 或者说她缺乏什么 她会真的 不睡觉 任何时间 她都会再学 那么努力的人 其实真的在那个圈内 很少见得到 那然后说 她平常对人的态度 她对工作人员的态度 她对家庭的态度 我觉得也是一个 男性的一个模范 我觉得 作为一个男性 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欣赏 是不是觉得一定是暗链 是不是有意 非要 非要把她拥有 我觉得不一定 我希望我将来的丈夫 我希望我将来的情人 会像她一样 有这个心 做人呢 做事 不一定样子 我希望 像她 有一点点 她的优点 但算不算我是暗链 我不晓得 我跟 我跟Andy 可以这样说 非常好的朋友 其实我们是朋友而已 没有人在外面 想得那么多 不过 我希望那个友情是永远的 但是真的 梅艳芳快点从实招来 究竟你是不是暗戀这个刘德华 打 当然 这么久都不说 快点 是不是 你给机会 打 你给机会 你给机会 还没有 很离谱 是要打吗 有没有 不是 刘德华有没有收过任何情书 或者电话是他暗戀来的 没有 Andy会比其他男性的朋友比较好 因为如果他跟你一起出去啊 做一些外面的工作啊 老实说他没有特别我 对我要特别照顾 没有 他是照顾每一个女性的 他是非常有男性的风度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 我的感 無緣也能代表的情緣 失去你的愛 已經感動我無息 是誰的一段劑 叫我詩編到無知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笑一笑 你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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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一看